所以我們從這裡去驗證了說 基本上蘇永青才是真正這幾年來干預司法最嚴重的 那我想我們先讓我們的蘇委員來說明一下 好謝謝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政治立場 但是這個都不是問題 重點是他為了他的政治立場 都去做支持所謂的特定政黨還有特定的政治人物 捨棄了一個學者應該有的所謂的專業還有良知 他做出了違背了民主還有鞏固威權 蘇永青他在這個所謂的他的講的時候呢 他講得頭頭是道然後到案冒來化身好像一個是正義死者 不過在這邊我要跟所有的鄉親來講 在1987年10月的時候當初國民黨議黨多大 我們輿論大家都希望能夠來制定政黨法 但是當初蘇永青他就發文來反對制定政黨法 那麼在2007年的時候馬英九江禁值上百億元的山中 也就是中影中廣還有中時以40億元賣給趙少剛 其中有100億元憑空消失 那麼當初核准股權移轉賤賣三中的人是誰 就是當初擔任NCC主委的蘇永青 在2015年9月蘇永青他不顧自己 他是司法院副院長的身份 他直接說美和氏一案不是用剛剛出爐的 市制第732號規範還不顧司法倫理 說美和氏一案如果再審也會駁回 而當初的美和氏一案大家都知道 都是跟馬英九有關 所以我在這邊要說什麼叫做慶祖南書 各位在一張手版裡面所寫的蘇永青他所經歷過的 他所說的一言一行一個舉止 真的是慶祖南書 所以我在這邊也要呼籲蘇永青先生 在這司法院的六年當中 你完全沒有進行任何的所謂的司法改革還有推動 難道你自己不知道 你還可以道案貿然的在那邊說三道四